綠獵蝦滿地爬又多又大 乍看仿佛哥吉拉出沒 屏東綠獵蝦氾濫沉災 甚至闖進校園 這隻喔 對喔 這隻隔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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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鎖定樹上超大隻綠獵蝦 獵捕大隊拿出彈弓發射攻擊 喔 很大隻 連續五發逮到超大隻綠獵蝦 立刻五花大榜 屏東縣新皮鄉這所國小 旁邊是台塘林業地 成了綠獵蝦躲避場所 在學校早上昭貴 會出現你追我跑的景象 嚇壞不少學童 甚至鄰近機舍 民宅 也都有綠獵蝦的蹤跡 被獵捕的綠獵蝦 在空中旋轉好幾圈 真的是嚇壞人 學校特別發出公告 要學生看到 千萬別靠近 現在不會主動跑過來 都被跑到跑走 最近比較常出現 我們有通話 農業處統計捕捉數量 前年1.9萬 去年1.8萬 今年居然創新高 突破2萬隻 通報的學校 總共是有59間 那我們捕捉到的支數 總共是69隻 其實佔我們總通報支數 大概只有千分之三點 只是比率不是太高 也提醒民眾綠獵蝦 看起來可怕 但是不會主動傷人 也別主動招惹 以免受傷 記者張春華 葉振宇林智慧 評東報導